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我们的首相安华公开发表说 他说我们现在马来西亚的物价 跟前朝政府相比的话 是相对比较便宜跟比较稳定 今天我看到这个新闻我真的是没有理掉 我想请问一下镜头前的大家 有谁看到这篇新闻 心里面是不想骂这个安华的 我其实几乎可以肯定 看到这个新闻的人 不管是不是西蒙的支持者 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想骂这个安华 就是呢 你现在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现在我们的物价呢 跟前朝政府比起来已经很好了 前朝政府的物价更加贵 我们现在的物价是偏低跟稳定 所以有听到这句话 人都会直接翻一个白眼给你 OK 当然 虽然说现在的物价呢 也不会说归到天上去的那种 OK 跟其他国家比 我们还是比上不足比下有益的 但是 你 堂堂一个首相 你拿这个前朝出来比 然后呢 试图用这个来说服人民 你们现在已经很好了 你们的物价跟前朝比已经很便宜了 身为老百姓的角度 看到我们的首相讲这句话 会直接在那边 OMG 你在讲什么 这不是我们人民想听的话 而且呢 是听了过后 非常反感 非常堵然的话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我心里面我只想一个问题 到底安华幕后的那个公关负责人是谁啊 请你站出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OK 真的是啊 安华啊 好好考虑一下 要把你现在的公关顾问啊 操鬼掉他 真的是害你不前啊 我不知道今天你这一个言论呢 是不是你的公关策略 还是你自己啊 随性表演啊 OK 如果是有一个公关顾问在后面教你讲这句话的话 绝对要炒掉他 他绝对是害你 我跟你讲 OK 其实道理很简单的 如果这是你的公关策略的话 你出来讲一句话 是所有人民听了要吐口水的话 就很摆平了 这句话不能用 是不是 现在你讲的就是这么一句话 你告诉人民 我们现在的物价已经偏低跟稳定跟前朝政府相比 绝对所有人民啊 他听到都是吐口水的 首先第一 现在的物价也不是讲很低 我们希望听到的话不是这样的话 然后你却告诉我们这一句 这时候真的是只是想吐口水 OK 我在这里我交警你一下了 OK 其实身为一个首相 当你想对这个物价发言的时候了 你应该讲些什么人民爱挺的话 就是呢 我知道现在的物价呢 还是相当的高一下 我们政府呢 会尽我们的努力的 把这个物价呢 控制在呢 人民有能力承担的范围之内 你讲这些话 啊 其实呢 是 没有什么内容的 但是好听很多嘛 是不是 啊 怎样都好听过你今天这一句 哦我们的物价比前朝偏低跟稳定 哈哈哈 OK so 啊 其实呢 关于这个物价呢 我觉得 政府啊 应该讲一些人民爱挺的话 就是就算我就算给你物价 控制到很成功都好了 啊 物价真的很低都好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道理就是 老百姓从来不会觉得现在东西会便宜的 就算你东西真的是便宜 没有人会承认东西便宜的 人家只会觉得贵 啊 以后更贵 以后超级贵 啊 没有人会嫌便宜的 人家只会嫌贵 没有人嫌便宜的 所以你现在直接告诉人家 哦你的东西已经很便宜了 你叫人们怎么接受 所以 你唯一可以做的东西就是 你要说 啊 我们 啊 认同现在物价呢 啊 的确是不简单 不容易 老百姓生活也不容易 啊 所以我们政府呢 啊 会尽量的把这个物价啊 控制 啊 在一个范围之内 讲这句话就搞定了吗 为什么 你的公关策略会这么糟糕 啊 OK 还有一点啊 就是啊 啊 跟前朝政府 比较的话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啦 啊 其实道理我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 没有一个人民听了 你这句话会觉得爽 啊 会觉得哦 如果是咯我们跟前朝政府比较就很有意义 啊 其实是没有了哈 ok 啊 尤其是物价这种东西呢 老百姓是恨之怒骨的东西 你这样来交代的话 你叫人们怎么接受 啊 ok 是国的话我会建议这个安华呢 还有这个政府呢 其实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指标 你不要拿前朝政府做指标 你用另外一个指标 啊 就是啊 我觉得就是用这个GDP 啊 你去啊 Wikipedia你可以找到马来西亚的这个GDP 啊 GDP有两种 上面那个是PPP就是购买力的GDP 下面那个是啊真正数字的GDP 啊 其实 可以两个数字都看啊 但是我觉得比较需要看的是那个 TPP 购买力的这个GDP 因为呢 如果是下面那个GDP呢 只是单单看你的国民赚多少钱罢了 而上面那个购买力的GDP呢 还要 啊 计算买 你这个国家的那些同伙们这样的物价指数 啊 所以其实是购买力的GDP啊 啊是比较准确的 因为呢 一个国家你就算人民赚很多钱 但是你的物价很高很高的话没有意思了嘛 啊 最幸福的国家应该是你的国民赚很多钱 但是你物价很低啊 这才是最幸福的国民嘛 所以要看这个PPP购买力的GDP表准 OK 你身为一国首相 你可以说哦 这个啊 GDP购买力的 我们现在在全世界排名第几 啊 去年是多少名 今年第几名 上升了多少名 啊 可以以这个来做标准 啊 我觉得 至少我们听了 会比较爽点啊 至少是有进步的 但是你跟我讲 我们比前朝政府 啊 价钱偏低跟稳定 啊 啊没有人会听得爽的啦 这句话啊 OK 所以我在这里我总结交经安华一句就是呢 啊 你的这个公关的顾问啊 真的好口炒毁掉他了啊 也真的是不能用啊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拜拜